我要来练习发声听好咯 Doremi发发发发发发发 哎呀 差点破音的发什么发 原来CHEKGBT 新功能连发 难怪AI股跟着发 到底还有什么新功能 好特别哦 重点是 哇 劲爆 进口会出场 出场了哦 高股息一天五 必揭露评证金啦 评证金左手挽右手 这是你的钱啦 拿去发股意 以后可能不再有高股息咯 中秋后 既然第四季上任基地干嘛 就是 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free free free 呼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聪 嘿来看一下 金管會出手 高股息ETF 必揭露評準金 欸 以後不會再有高股息了 這是誰要買啊 真的嗎 是真的嗎 還是 標題式殺人法 殺人式標題 會不會等一下再跟大家講一下 中秋後 第四季上漲機率 上漲機率9成啦 高達9成喔 9成是真的假的 現在我認識有一個好朋友 他叫玉凱老師 他說他9成一定會減肥成功 減到90 減到90公斤 減到90公斤 剛好遇到那一層了 剛好遇到那一層喔 所以生產機率會不會剛好那一層就跌咧 這個我們不知道 好 雀GBT 新功能連發 新功能連發 AI跟著發 來 今天到什麼日子 今天什麼日子 今天是中秋節前一天 你也快拜託我 我就是叫你烤肉 為什麼烤這麼貴的 這多少錢 這個很好吃耶 很冷耶 很冷喔 因為時間有點久了 那我問我一下 怕微波老掉了 可是很好吃 怎麼會 你試試一下 那個Yummy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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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紐約客牛排 然後跟橫隔膜 跟Q比 完全分不出來 420 210 280 1030 對阿 1030 我先補通 很普通嗎 我覺得這很好吃耶 很普通嗎 這不能偷吃啊 它的醬也調得不錯耶 很普通好不好 你看馬上就斷掉了 沒有筋 很讚 那是你牙齒利啊 不是我牙齒很爛 很好吃 含豬牙嗎 我不含豬牙 你豬牙是不是很多顆 它很普通耶 雖然忍掉了 你會幫我看牙科嗎 因為我 為了要減肥 我中午多吃雞肉 嗯 我瘦了不少 謝謝你不用 因為吃烤的比較不會那麼肥 不會那麼胖 好吧 終終期要吃烤肉 要吃烤肉 鴨米嘛 鴨就是倒鴨的鴨 米就是那個 倒米的米 好不好 這我們再請一下 三位專家 看一下這個好不好吃 來第一位詹應成 醫生明師你好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覺得非常好吃啊 而且這個食物我覺得 1300以後要多叫 吃看看這個 這好吃嗎 這個以後要多叫一點 這嗎你剛有吃的嗎 而且牛排我很愛牛排 我昨天才剛建議一塊 這個巨無霸牛排 兩公分厚的 然後現在又是牛排 非常喜歡 哇 你昨天吃巨無霸牛排喔 我自己煎的 自己煎的 自己煎的 你是去Costco Costco點的嗎 Costco牛排不錯 我去燒商買的 喔燒商來的 Costco牛排不錯 Costco那個 五股燒烤片 五股牛小排 聽說是 最賣座的冠軍 這麼厲害 滿好吃因為有點肥 又好吃 其實我後來發現喔 我不喜歡吃那種什麼 沙蘭啊 還是伊蘭牛排 伊蘭是開玩笑的 沙蘭牛排 那邊的牛排 這樣 適合當火鍋 太浪費了 對啊 太浪費了 吃不出來它的美味 好不好 伊蘭老師來 伊蘭老師來 小老鼠 非常豐富喔 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是小老鼠 M168 168 難怪我覺得妳今天會穿短褲 妳是為了沾伊蘭老師嗎 我今天也穿短裙啊 沒有沒有妳今天穿特別短 哪有 明明就同樣的 長度 真的嗎 製作人是嗎 是同樣的嗎 可是感覺妳今天特別開心 我怎麼說呢 對啊 可能因為除了伊蘭老師以外 還有一個是 鍾坤曾分音師妳好 老師好 鍾坤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這家還蠻好吃的 真的不錯嗎 這我太Q了是不是 應該是我比較少吃 所以我不是也不好吃 因為我都吃烤雞腿 吃到我已經吃多久了 半年 半年有了 沒有一年有了 好久 一年兩年有了 中午就吃這個 因為我實在是異胖體質 沒辦法 很可憐 來 坤老師這個你覺得還不錯吃喔 還不錯 我覺得雞腿排蠻好吃的 你應該可以吃 可是冷掉 你應該吃看百八的 我覺得百八不錯 你看Eason老師 第一次全部吃光光喔 真的耶 第一次耶 真的不錯 我就說很棒吧 真的不錯喔 因為我是肉肚啊 吃肉的 吃肉的喔 那你們應該吃看看百八 你知道我們福利社絕運 永遠不會上百八這個烤雞腿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常吃 因為我已經吃兩年了 每天吃 做不了了 我不會吃的 不會在這個時候吃的 好 坤老師的Line 小老鼠 W1 178 不是怎麼辦 百八會不會到時候 我一講大家很多就訂了 然後呢 之前酸樂也是很多人訂 排不要排隊了 以前酸樂還沒那麼紅耶 我還記得那個板橋啦 對 媽媽住板橋 板橋對不對 板橋其實那時候也有酸樂 真的喔 然後剛開幕而已 在哪 剛開幕的時候 我那時候跟他介紹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還不紅 還不紅 然後其實現在剛 就最近慷慨月 慷慨末而已啊 最近要訂Uber 那個外送員都跟我們講說 要等很久 因為生意太好了 欸 我們福利市的關係 也有可能是他本來就是中期好吃啦 搞不好就是這樣 好那坤老師的你的Line 來 我們今天中秋節開心一點 有 小老鼠W1 178 小老鼠W1 18 老師學建立 也是非常那個 一個益神老師是外資 超盤手 是的 那那個 這個 坤老師是已經出身的 那第三位 那更不得了啦 不得了囉 冠軍級的分析師 唉唷 好不好 變冠軍不是重量了 是你選的 對啊 對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幹得好 第三位 林毅凱分析師 大家好 我覺得你之所以對於秧民吃不慣 是因為你已經吃習慣老乾杯了 對 你已經吃到老乾杯VIP了嘛 對對對 我還要幾萬點 真的 是不是要到齊了 那幾萬點我可以換很多四人份那個 快到齊了齁 今天趕快去一去好了 剛好中秋節 我應該要請你們去齁 剛好都四個人 走吧走吧 我有好多個四人份欸 真的我還沒點 一二三四 而且我們四個了 我們就直接出外景 剛剛我們四個啊 走過去很近 甚至走過去十幾分鐘而已 真的 對要換 到時候提醒我要換一下 好那我們跳一下 老乾杯囉 好冷喔 欸中秋節也要烤肉 有要烤肉的舉手 三位 都要烤肉嗎 沒有嗎 都不吃烤肉 你又凱老師你不吃嗎 我上禮拜吃過了 吃八盒啊 我有拍給你看了 有有有 啊你這三天就不吃了喔 我明天要去吃那個想A啊 想A 你看 就很想A啊 對啊 關老師你這個笑臉 我沒有 我今天也沒有吃烤肉 本來是那個啦 想說要安排去 育凱老師家 吃他們家的烤肉 結果今天也沒有烤 你們沒有烤 為什麼烤 我家本來都沒有烤 我們都去外面吃啊 去外面烤啊 吃喔 藝神老師也沒有烤肉 有可能會回去烤 有可能會回去烤 是唯一一個 你有沒有烤 我沒有要烤欸 你沒有烤肉 你到一個年紀好像就沒有一定要烤了 對 你是沒有要烤 是你想烤 沒人找你烤 我想烤 沒人找我烤 我想烤 沒人找我烤 加上沒人幫我烤 好 我們來烤這個蛋黃酥 好 我們來烤這個蛋黃酥 我不想吃蛋黃 好不好 周中節快樂啊 不知道大家周中節在想什麼 可是 好像據統計怎麼樣 台灣股市 有機會再噴出去第四季 第四季 好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一下 來 福利是這三大保證 不推量小股 不配合而主力 不自入性行銷 都沒有 量小的股票我們不推 我們只有蹭 量大的股票 是的 哪邊有行情 哪邊去 哪邊有新聞熱點 也去蹭 哪邊有 哪邊最熱門 我們也來蹭 通通來蹭 可是我們絕對不蹭誰 不蹭主力 不蹭主力啦 沒有蹭主力喔 雖然我們要業配喔 我們不能用怪怪股票喔 這跟大家講喔 其實這個在業界二十年了 其實有時候 有些怪怪股票 有些財經媒體人 在那邊介紹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都知道 可是我們就是盡量 最好方式就是我們都要量大的股票 對 任門的股票 看破不說破 而且我們不自入 因為不太想要斷人家財路 雖然應該要更爭議一點 可是我們先把自己試做好 是的 來不自入性行銷 來 不業配任何一貼不及股票喔 都沒有 沒有 沒有 這沒有喔 之前00929有沒有記得 那個陳葉老師有業配 他有業配 我們就不等他上來 你不能講喔 就做第三個 對 這跟大家講 今天因為林玉凱老師也有業配大盤 有業配大盤這個事情嗎 業配大盤是什麼意思 講得很笑話啦 所以他做第三位啦 我是要講這個梗 這不好笑這不好笑 把它剪掉沒關係 我理解了 可以剪口不剪 注意風險 最好不要開槓桿投資 好不好 注意大家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怎麼樣 這禮拜四是解盤影片喔 所以我們現在是禮拜四的影片喔 今天是解盤影片 就是中秋節 中秋節的那個解盤影片喔 是 中秋節前的最後一天 連假前的解盤影片 休市的最後一天的解盤影片 明天有中秋節特別計畫 很好笑 剛錄完 錄到我最近有六塊肌 腹肌嗎 六塊肌一直笑 這是跟大家講 玉凱老師應該有腹肌嗎 我也有六塊肌阿 我知道肯特基的 賣到好買的 我不知道 肯特基的 賣到好買的 我們又花了九分鐘了 好九分鐘 今天沒關係 錄完這一趴就可以了 這禮拜一直在錄 好累喔 來看一下 來 財經大投票 請Eason老師 我給Eason老師多了十秒 上次他十分鐘 他說 這個第一趴就十分鐘 記得很清楚 多五秒 我給你五秒 對你不錯吧 剛好十分鐘 台股 對 台股在這個連結還是相對比較震盪 但是台股來講的話我認為還是 有機會可以去期待所謂的第四季 第四季 我們幫大家做的整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最新過去十年的統計 第四季 我們來看一下 漲點跟所謂的漲跌幅 你會發現 基本上都是紅色的 都漲了 基本上都紅色 基本上都漲了 漲的機率竟然過去十年 漲了九年 勝率是九成啊 而且都還不是什麼 這個小漲而已 你看 平均漲跌的 漲點來到538點 漲跌幅來到4.43% 所以這算是第四季啊 算是在這個一年當中 一年四季當中啊 台股來講的話 算是最可以 值得期待的一季啊 是2018年為什麼跌 2018年是這個川普開始啊 所謂的貿易戰 開始宣戰的時候 當時是比較慘況的 所以當時2018年是跌了1278點 在第四季的時候 不過在2019年 大家也開始習慣了 然後呢 就算是疫情啊 或者說之後 就發現哇 都是千點千點的一個行情 去年也有700多點 對 換句話這四年來 平均我算一下 應該有1200點有喔 超過 超過數字算一算 1200點有喔 1000 可能要到1500 到1500沒有 1200點超過 至少1200點 所以這個數字算很驚人 老師您說 所以下禮拜就要開始了 第四季的一個行情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右邊啊 是這個月份 第四季當中有三個月組成嘛 10月 11月 12月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按照過去10年來講的話 平均的漲跌幅 來看一下10月份 漲了 平均漲了0.4% 11月份漲了2.6% 12月來講的話 平均漲了1.5%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這個10月 11 12月算是蠻平均的 而且 都還表現不錯 上漲機率 從10月份開始 上漲機率啊 過去10年 漲了8年 對不對 所以上漲機率是8成會漲啊 8成 11月份 對來到一個6成 12月份8成 基本上都是超過5成以上啊 所以上漲機率 來講的話 算是都是很高的 都是很高的 老師讓我換句話說 它這個平均有漲嗎 對 那換句話說如果萬一有跌 是不是更是好買點 對如果在 如果在這個 當中啊 出現拉回 出現下跌 基本上都是一個好的買點 好買點 對基本上 不要怕 好不好 第四季老師為什麼大部分 第四季是大行情 為什麼 第四季有所謂的一個作帳行情 不管是公司啊 法人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要拼績效的 基本上都要靠 第四季趕快來拼上來 因為有一些因素 比如說 這個主要的消費節日 都集中在年底 嗯 所謂的萬聖節啦 雙十一啦 對不對 十月份 十一月份 還有十二月份的什麼 聖誕節嘛 那以及十二月份 外資會去放所謂的聖誕的 這個長假 欸這個外資不在家 內資就當到 內資就會 奮力的往上拉抬 嗯 這個也是十二月份 漲勢是比較 欸卓越的一個因素之一 是啊 是說這邊 內資外資 我們先 今天趕快講到先跳一下三大法人 好不好 三大法人 剛才喔 最新的八卦 因為 今年本來買4300億啊 對 老師啊外資現在感覺也沒大人想要離開 老師現在 今年外資買超只剩兩億啊 對 怎麼會只剩兩億 對 剩下哪兩億 追億 回億跟失億啦 一老了就回億跟失億啦 真的 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蠻 這個蠻好笑的齁 外資今年這個大買超 但是在這個 近兩個月都回土了 是 上個禮拜就回土一千億耶 超過一千億耶 單周就回土超過一千億 所以外資 在這一波來講的話 因為台幣是比較弱勢的 我們來看一下台幣好了 對 台幣匯率在今天禮拜四的這個時間 都還是扁破一個 10個月的新低 32.29 所以 這個外資的很多的賣超 是來自於這個所謂的被動賣超 不得不 亞幣禁扁 然後呢 美元強勢 他還是要匯出一些資金回到 美國啦 所以 這邊來講的話 很多外資的這個 賣超的原因 可能有一半以上 都是所謂的被動賣超 不得不 老師可是有沒有可能 這種情況 因為這裡算是某種背離 就是你看台幣在扁 台股卻還是這樣 扁不動了 應該說扁的沒有用的 我已經到最後到一個頂點了 老師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點奇瘦的感覺 這通常台幣扁代表是外資一直在賣 一直在走 可是你看台股 不動無三 還在漲喔 老師 這意思就是說 台股至少是 不是什麼 45度 一路往下嘛 照以前要扁的話 對對對沒有錯 台幣扁應該往下嘛 反而有一些 這個多方抵抗的一個感覺 有點習受的感覺 所以我認為 在外資今天 賣超7多億 我認為這邊來講的話 也是有一些習受的意味 當然投信來講的話 是連續站在買方 還是堅守在這個買方的位置 那我認為第四季 他也是會 加速來做這個作帳 如果行情馬上起來的話 我相信投信法人一定 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是 投信法人一定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看一下這個大盤的走勢 這個等於剛才打了個底 對 今天43點 然後是要下週呢 對 那今天剛好也收這個週限 這四天剛好只漲9點 9點而已喔 漲9點 但是我認為這個是不幸中的大幸 至少不是在往下在破底 還是什麼樣的 對喔 重點是廉價錢 其實這樣算很強喔 對 連續四天嘛 那還是呈現一個亮縮 但是能夠還是上漲9點 那剛剛看到說 外資有一點習受的感覺 那我認為在這邊啊 有機會就是開啟 迎接10月份的一個行情 所以這個禮拜來講的話 亮縮我認為很正常 甚至下個禮拜 我認為亮縮也很正常 下禮拜還會亮縮 我認為 又要過酸時節了 我認為3000億元比較難看到 3000億元以下這個維持亮縮 對 因為這個雙時廉價的關係 可能還是會維持亮縮 真正要放量3000億元上來 那可能要雙時廉價過後了 喔 這個價太近太長也不太好 但是等於就說 這個成交量算是歧視的原因了 這邊就以價格 以指數 為這個觀察重點 喔 價格跟指數 美國股市的一個走勢嘛對不對 對 量就先不用看 量先不要看 因為量就是會縮 對 就是會縮 那走勢呢 你覺得呢 有沒有機會拉起來 趁無量的時候 我覺得有機會啊 所以前面那一張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K線 或者說半連線的話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看K線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對 看一下K線好了 對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是有先守住16202 那在台股 應該說在美股 有一天是連續四大指數都開高走低拉 其實台股當天也是有先守住這個前滴喔 也是先守住禮拜的這個前滴 台股比美股強多了齁 是 相對強一點 我們看一下廢伴納斯達克 誇竭的災壓 欸是不是 對 你看這破底警戒都破掉了 對啊 劃個警線劃個警線 但是台股這 對 沒有錯 台灣台股警線不算正式破啦 對 所以老師蠻漂亮的齁 對 所以我覺得台股是有這個 相對的韌性 好 一個貴公子就是 我要問一下鍾昆森分析師 講完了齁 吃完了齁 吃完了齁 那個筋有點難咬 那個筋有點難咬 我剛剛咬到現在 大概五分鐘了 好 好 老師沒關係你先咬一下 來 我一直講過貴公子的形象 我找另外一個 比較不記形象的 一看老師你的肉還是有少欸 對對對 你怎麼可以偷吃 有 我在旁邊沒有人嘛 我對著這邊吃啊 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好 老師來 你說那你對這個行情 大盤行情怎麼看 我認為其實現階段台股很像是 類似於這種選舉行情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 之前台股跟美股比較算是易不易去 可是確實在這兩個交易日 美股連續破離的過程當中 台股是走出自己的路 有很多脫鍋的味道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台面上很多動作評評嘛 包含說可能我們的這個 阮清華主委 也有出來做一些喊話 或者說這個台電也有釋出一些訂單 我覺得在年底陸陸續續這種 政治行情慢慢會醞釀出來 政治行情會醞釀出來 非常不錯喔 昆老師剛好吃完了 對老師 對第四季行你怎麼看 照修過後就第四季啦 第四季行你會 我覺得會很好啦 因為說 其實 現在新台幣這麼弱勢 我覺得說 主要是因為說美國關門的問題 對因為說 外資會擔心說美國真的關門關下去 那會造成一些後續的影響 所以先把一些股票出清啊 降低部位 那如果說這件事情結束之後 它回補的力道就會非常強 對因為說 其實美國關門這件事 它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怕說關門之後 那它會被一些 大型的信品機構降頻 那如果說降頻下去 那借貸成本會提高 那它的效果會有一點點像是說 升息的感覺 所以外資如果說 真的擔心 這個美國會關門的話 可能說到下週這件事情 落幕或結束以後 它回補力道 一定會比本週還要來得好 好 希望趕快回補力道啦 不然只剩兩億啦 失憶跟回憶 人老了 就是要嘛就記得得的回憶 要嘛就記不得變失憶了 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順便看一下 看這個發展沒有 AI發展 聽說這件事 AI發展很迅速嘛 那不能沒有PCB 電子工業之母 老師來講工業之母 我來看一下 包含這個近期廣達 這個林百里也是講的 說要跟這個AI共舞嘛 好那台灣的PCB啊 基本上還是有吃到這個 AI的上面的一個 這個發展喔 那以目前來講台灣的市占率 是全球第一 以這個2022年的PCB的這個製造商排行啊 這個來到什麼 這個 31.97%市占來講的話是全球第一 所以台灣PCB為什麼這麼重要 那原因在這邊 所以占了產值是市占第一 那再加上下面 欸市場這個庫存調整啊 即將要結束了 預期到2024年 基本上就要快結束了 不管在手機啦 PCNB這一塊 欸慢慢開始復甦之後 這個複合成長率帶動PCB啊 有機會 來看到6.4% 來到這個2027年 所以我認為伺服器周邊的啊 或者說在這個 這個股底復甦的產品啊 基本上都可以幫助PCB啊 慢慢種出這個股底啊 所以近期也是看到很多股票 是PCB是強勢股喔 好PCB強勢股好不好 工業之母 都需要嘛 而且這個AI發展越迅速 當然也越需要一些 一些什麼 PCB啦 對而且它的這個需求更大喔 對一般的伺服器來講 PCB的這個成板數啊 8到10成 但是AI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啊 來到12到16 基本上是 50%到60%的這個成長喔 所以這個AI伺服器 所需要的成板數更多 那就帶動這個出貨量的這個 成長了 所以基本上你會看到說 欸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玩一下看囉 PCB的相關個股喔 投信 來登登登 對投信最信都在賣超喔 所以來看一下比如說南電啊 金像電 台光電這個 過去買很多 投信買很多的 還在買 電影投控最近也是一個熱門股 今天最強的喔 對 非常強勢的股票啊 這個都是投信 最近5天 欸持續加碼的喔 所以 我認為這些股票在這個 10月過後啊 可能都還是投信的一個 非常喜愛的一個族群喔 好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股價 老師來 好第一個金像電2368 你會發現它的股價差一點點 欸就要來挑戰 這個8月份的錢高了 所以這個金像電啊 2368 在這個季線 你發現它根本都沒有 失守過啊 黃色這條是季線啊 台股在拉回的過程當中 它還是維持一個 欸緩步 但是沒有跌破季線的一個角度啊 來做整理 整理完之後 在本週 台股明明就往下 或者說往下來做震盪 欸它反而是往上跳的 所以2368金像電來講的話 接下來已經開始啊 迎接這個所謂的 這個接下來要財報 欸這個財報要 這個公佈嘛 公佈了 你會發現說了 它的這個陸續的 第三季的財報 對陸續的這個集單的挹注啊 會幫助它的財報數字 可能還 還是會非常好 那第四季 對法人的毛利率啊 已經看到了 看到24到28% 原本毛利率是大概多少啊 大概22到20 喔 但是能夠這樣成長 那代表什麼 20到28算真的還蠻快的欸 對啊 哇已經顛覆一般人對PCB的看法 以前覺得毛利好像很低 好像可能不到20 現在你看 這些也到28% 對因為現在有這個AI的帶動 所以毛利率快速拉升 線型好漂亮喔 對 所以PCB已經快要過前高 對 奇怪反而比之前最猛的 管達維算技嘉還猛齁 對 來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台光電 台光電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所謂的投信啊 買超的前十大幫大家提過了 好 那股價修正了一樣 沒有跌破到季線啊 這邊又跳上來 而且直接是 連續5根紅K 來到月線的位置 所以跟這個金像電的位階 算是有這個模仿效應 股價也是很強勢 所以 這一檔來講的話 他不只在這個所謂的 之前在這個手機啊 他接下來也是 有切入到所謂的低軌衛星 是 所以在AI啊 低軌衛星啊 原本的手機啊 伺服器這一塊 台光電都有這個 受惠啊 所以在第一世紀來講的話 低軌衛星開始放量之後 也會 增添這個 所謂的營運啊 所以基本上來到月線之後 我認為下禮拜 如果投信再買下去的話 那基本上也是要來挑戰前高 嗯 大概是460元以上的位置 嗯 460元以上的位置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在台灣店 還有 老師重點是這個 老師剛剛之前有要求 這個華為手機他想PK一下 蘋果手機啊 老師因為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有趣啊 老師因為之前北大畢業了嘛 因為 瞭解中國的一些文化 為什麼很有趣 到底怎麼樣 華為等於變成像中國的新星了 因為這個中美相爭啊 這個以前是這個打壓華為的晶片 但是現在變成說 到底誰是機王 就是說在今年來講的話 蘋果iPhone 這個iPhone15賣得好 還是華為的新機賣得好 嗯 因為華為這一次會公布 基本上我認為也是 這個 這個全國啊 對不對 一起來做支持啊 所以iPhone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下面 我們現在看華為 華為來講的話 最近在 不是在這個亞運嗎 廣 這個央視的轉播竟然啊 直接拿這支 出來宣傳啊 對 這個主播直接拿著這個華為的 最新的新機來做宣傳 因為一開始 那個製作人 愛國手 要講蒸汽機 什麼蒸汽機 是運動嗎 對 蒸汽機 要蒸汽 要蒸汽啊 其實愛國手機 哇 因為專題節目指定手機耶老師 哇 央視多次對 MAX60系列 詳細報導 給高度評價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較勁 在較勁 對 所以包括這一次來講的話 我認為 這個全球都很關注啊 到底這一次華為新機會賣得好不好 老師我們看這個新機兩個字喔 上面 上面誰啊 心機啊 另外一個女生也是有點心機 很痴痴的看著你 來我想問Coco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老師 老師我想問啊 這兩支手機你覺得誰會賣得比較好 手機跟你誰會比較好是不是 哪一個呢 什麼 什麼專長 專長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跟手 欸等一下 等一下 問題是哪一個手機賣得比較好 嗯 我覺得當然 iPhone吃到的 但是iPhone一定賣得比較好 區域跟族群比較多 是啊 所以iPhone基本上會贏 但只是說 這個華為崛起的速度如果很快的話 對 我相信下一年的這個蘋果就會有危機感 其實之前華為那一副快要 你看那時候台灣有沒有 華為他都用 都用最新的晶片 最高級的相機 就是因為他時候的手機都已經快要 整個已經蘋果了 有那種趨勢感覺 所以川普才打壓華為的手機 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右邊的這個比較表 來 處理器來 對 所以這一次這個機謊基本上 我認為都 硬是多了兩百萬畫素欸 對 我認為都差不多了 所以已經都很接近了 甚至還有這個網路上有一些 這個YouTuber來做實測 這個已經都有追上了 所以我認為iPhone這一次來講的話 也是使出這個行銷的力量 對不對 在這個強力推iPhone15的銷售量 原因在於說這個不能輸 那下面來講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功耗電池容量 你看電池容量 華為反而還是比較大 所以在續航力來講的話說 或者說這個鏡頭的這個像素 基本上都不輸iPhone 對 所以明年來講的話 我認為就可能會有一些危機感 哇充電速度也比較快 對啊 電池容量也比較大 然後鏡頭也比較 也比較像畫素 也可以比較多 玉肯老師 玉肯老師如果要看美女的話 也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我不做這種事 那不偷看喔 不用 就直接看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君子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對 好沒關係 買一支做研究 買一支做研究 那可以 可以喔 這不錯這個名義就不錯了 好你繼續說 對所以在處理器來講的話算是 iPhone有佔一些優勢啦 不過最近有一些新聞嘛 說這個 這個晶片是不是有過任的問題 是 我認為這個是其次啦 只是說 在這個華為跟這個iPhone相爭的話 我認為這個是後續法人可能會 出了一些相關的報告 可能就在這個重點上面 好 希望能如此啦 那老師那華為跟蘋果 誰才是記憶完 聽說你反而推薦一檔 全新的股票 這檔多新呢 太快破我的梗了 全新 多新的股票 全新 對245全新啦 所以全新基本上都有吃到 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因為 所以不論是蘋果還是 華為他都有 他都吃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PA功率放大器 以及在累積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手機必備的 這個相關零組件 所以在245全新來講的話 其實近期表現也還不錯 也是回到了一個月線附近的位置 也是要挑戰前高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在這個投信跟外市 都有在買超喔 都有在相對起漲的時候買超 所以我認為這邊 只要法人一點火之下 基本上他也是會 跟著這個華為概念股啦 或者說這個蘋果銷售的這個概念股啊 跟著一起上去來挑戰前高 我認為都有機會 好有機會挑戰前高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 全新的股票 還有你要看一下 全新的我 老師有一個全新的頭髮 欸對啊 你有注意到 有有有有 你剛才跟我講的 全新頭髮看一下 全新的頭髮 老師的全新髮型 Eason老師的 Eason老師的 有沒有看到 Eason老師真的全新 所以什麼都全新啦 好不好 昆蓁老師全新的那個 襪子 襪子 全新的 沒有這舊襪子了啦 舊襪子 是全新的髮型 全新的髮型 那個比較金一點點 很金一點 那個是洗掉脫影色 不是全新的 搞錯了 台股孫生 邰哥也有新的喔 邰哥新的嗎 外套 新的口罩啊 新的外套 外套有黃色的啊 跟他人一樣 外套 不是這個位置都黃黃的啦 這不錯啊 這件不錯 這件好看 還不錯還不錯 只是半數可以再重一點 喔 這是夏季版的 這是夏季的 所以半數再少一點點 好不好 可是很適合他 很適合他 感覺跟他人色是很像的 欸 欸 欸 土色 土色 你說他土 我說他黃而已 我覺得土還比較好耶 你可以接受你 別人說你土還接受你 人家說你黃 哪一個 那你說我黃好啦 真的好 我不會是土比較好耶 看個美女做什麼事就好 動眼不要動手 不要動嘴就好 先說土是不能接受 他就說我土 那你也說那我黃 沒有關係 好棒 是不是 是 原來如此男生是這樣想 所以這個重新講一次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土黃色 土有黃色 有土有黃 這好笑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單元 熱門我最貼 欸這裡有土黃色 中砂跟置班 欸然後中砂這個股票 好像才上個禮拜講的嘛 對 上禮拜 哇塞 欸你看這是股價這個時候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放大 放大多少錢 那時候差不多144元 143.5 143.5 143.5這邊有寫 143.5等一下 今天多少錢 來看一下 來今天 超match呢 match 沒關係 161.5了 大概差不多12% 又還矮 你多高 165 165 哇塞 怎麼樣 哇塞了 不是你今天到底是來當主持人還是來向親的 對耶 一直秀身材 對耶 秀大腿 那這邊一定要剪掉喔 對 不用剪掉好不好 來向親的 好 重點是長了12% 對 沒錯 你今天其他老師 介紹的時候你都不會那麼認真 是嗎 有這麼差異那麼大嗎 來 你說 你看自己在這 1560中沙 這個上禮拜五有來講 那基本上就是有這個 在今天反而逆勢 我們把它股價拉遠一點 它其實今天的股價其實創了今年新高 那我認為有這樣的股票在 現在這個台股這個時候啊 能夠先創今年的新高 其實帶動就是相關的概念股 所以我們在上禮拜有跟大家強調啊 這個半桃底設備啊 鑽石碟的部分基本上在之前的 不管是資本支出的下修已經反應過後 基本上是還能夠跟著這個趨勢成長 所以在今天來講的話先創個新高 我認為是格外透強啊 所以在相關的COAS概念股啊 半導體設備概念股啊 都還是有機會在下個禮拜繼續放量 然後跟著網上來做這個走高跟突破 好 有機會走高跟突破 先看看 不論是PCB或者是一些中砂 其實這些相關電子股 有些COAS一些相關的概念股 你有沒有發現它不錯 都不錯 所以AI只是說 AI不能說它沒有漲 它只是漲到籌碼比較乾淨的股票 因為大家沒想到PCB跟這些COAS先創新高嗎 對 你說管達 管達偽算技嘉之前散物太熱了 就這樣亂掉籌碼 籌碼亂了 所以說籌碼很重要 所以需要分析師來介紹 那我們來看下一題的股票 好 來 智邦 好 2345智邦 智邦應該是我這個講過真的很多次的一個股票 那我認為智邦 智邦在這邊來的話 能夠這個回到月線 而且是連紅的方式 我認為它還是有挑戰前高的一個空間 所以智邦我們從這個200多塊路介紹到現在 我認為這邊還是有機會在網通股 網通加AI的這個方面 基本上還是有這個買盤 跟它的這個基本面的成長 所以我認為還是有機會來挑戰這個前高 500塊以上的位置 好 有機會挑戰前高 我爸摳的位置 這麼厲害啊 C1如此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下一位 桂公子 旭品 跟廣達 今天你對坤真的比較冷淡 旭品 你比較冷淡 因為他今天沒有帶那個鑰匙筆來啊 他那鑰匙忘了帶 他是不是送他一把鑰匙 要開我新門的那個鑰匙啊 我開你新門啊 沒有已經開了 他已經開了開別人的 開完就把鑰匙丟了 開別人的 重點是旭品如何呢 不是真的開完 因為他開完就覺得 就這樣子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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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prise嗎 沒有新啊 沒有東西 沒有新啦 沒有 surprise 之後就不開了 因為他開錯邊了 開錯邊了 那你應該開哪邊 他應該開左邊 但他開到右邊了 所以沒有新 答案不都一樣嗎 沒有啦 好啦旭品很管達 好啦 旭品那些 你有沒有開 我是說這個如果照說暫停有沒有開 開暫停嗎 今天沒有開 今天沒有開 那什麼時候暫停要打開 不錯我這個梗結得不錯 很棒耶 馬上 那暫停會不會打開 下禮拜 下禮拜有可能啊 有可能會打開 那就是說打開的話 是可以適時去切 因為說 旭品其實就剛剛切到 剛剛Edan老師有講到說 散熱的部分 就是可能說這也是蘋果的散熱 沒有到這麼好 對那我覺得說 這等一下會延伸到 會跟大家講說 接下來AI伺服器在散熱這一塊 它會變得非常的重要 對那像是之前比較熱門的 3693的銀邦 它就是有新產品 所謂靜默式跟水冷式的產品 所以它其實從 大概是200塊以下 一路漲到了500塊 對那這個時候說 昨天旭品他們家的新品發表會有說 他們家的新品 也有開始去切入 這個水冷式的一些散熱模組 所以說如果說這個新品 在第四季真的說量產出貨的話 旭品它接下來的展望會非常好 就是想像空間 那在明年的預估EPS 大概是2.5到3左右 那2.5到3左右 其實就算今天這一根漲停板 它的本益比也大約是落在 12到13倍而已 對它的位階還算是相對蠻低的 喔 還是蠻低的 所以老師你說今天漲停 左右死了嘛對不對 對 下禮拜應該不會再漲停的 那有機會回到 有機會打開應該說 有機會回到35.9這個價位嗎 有可能還是會跳公司再上去 我覺得跳公司比較難啦 那可能就打開那稍微震盪一下 有機會再往上 有機會試機去找切入點 所以有機會再碰到35.9元 今天沒買到的沒關係 下禮拜依然會打開 為你敞開心 禮拜三喔 禮拜三 不對 是禮拜一沒錯 你很想放假 我放假到禮拜 沒關係 妳好好休息 禮拜禮拜二就不需要妳 好啦 開玩笑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廣達 好啦 好啦 廣達其實之前也是講過非常多次 那主要就是要給大家信心 對 因為說畢竟 廣達算是蠻國民的一檔AI股 可能說大家之前和熱門的時候 都有進去 進場去買 對 那其實廣達今天這樣跳空漲 上漲 漲 直接站上的月線跟季線 那我覺得 它創高的機率還是非常的高 因為如果說以廣達明年的EPS來看 以目前保守估計喔 產能沒有買的情況下 至少就是大概是13到15這之間 那13到15這之間 其實廣達目前的本益比 也大約是落在15到16倍 對 那以一檔AI概念股的 算是指標股來講 15到16倍真的是不貴 而且大家要知道廣達他現在在台股的權重是第4名 對 也就是說如果台股要漲 廣達他還是得動 對 等於是說他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權值股 所以我覺得說以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廣達他很有機會再繼續往上創高 對 廣達還有一個機會再往上創高 創高 國民股票廣達 廣達 那你可以當個國民女孩 國民女友 對啊 想不想這樣就很紅了 好啊 我還發現到他竟然穿高跟鞋 怎麼樣 然後還給我看到腳有一顆字 為什麼 這叫做腳踏實地之 腳踏實地之 好啊 老師 坤曾 坤老師你覺得也不錯對不對 如果鑰匙帶過來你會選他嗎 好煩喔 你為什麼要爆料啊 那個字喔 對啊 你敢 我最討厭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女生 就是你自己都穿很露 然後人家看一眼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自己露出來你的腳趾頭 然後不能看你腳趾頭的字 你告訴我是我幹什麼罪 不錯喔 看得好喔 安東尼 安東尼不行喔 他講完那個字 自己敢露出來還不好意思 這是胎記啦 是胎記喔 胎記 好啊 我們找下位 最喜歡吃瓜記 瓜仔就是怎樣 規記 好規記 假規記拜討 假規記 偽信 跟00929老是一 是我們來看一下偽訓的部分 偽訓今天是創新高的 那其實這張股票 這張股票現行不錯 很漂亮啊 我們在節目上也跟大家提醒過非常多次 那我說其實今年度的話 它的獲利大概是抓在5塊錢上下 明年度是有機會上看8塊到9 那以這個飢渴廠來說的話 我們通常本益比可以給予到12倍 所以其實 之前它有拉回到60塊以下 那那個時候我們都講說 這是最好的買點 因為這種股票它不是 非常激情一路往上噴 它就會震盪震盪震盪 所以我們就是要 買在它本益比相對偏低的時候 那當然現在已經來到77塊多 我認為現在去追高 它有一點風險 可是慢慢的第四季 它會反映的是明年度的這個本益比 所以說慢慢如果說 未來有機會看到六字頭的話 就可以留意了 六字頭就可以來留意了 好留意了 做頭啦 對 有一點點做頭的味道 可是還不能講完全做頭 可是我覺得比較要講的就是說 很多的這個網友 對 我覺得對我們福利社會 有很多的這種想法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友 都有點講的什麼 是啊 之前這那一集啊 點率很高耶 對啊 他說罵我們標題有點什麼 胡說八道 比如0056雖然沒有完全填息 但也有部分填息 囉 填息就不存在什麼 什麼手換腳什麼的鬼吧 作者是要罵我們平准機啊 這禮拜平准機概念根本不正確啊 對啊 怎麼樣我說平准機是左手換右手啊 還說鬼扯啊 並不能說左手換右手啊 結果今天新聞出來了 怎麼樣 基因管會限制 限制囉 欸 怎麼樣 你們 11月刀揭露 對 如果基因管會沒有覺得不妥 如果基因管會覺得不是左手換右手 不是你的錢 發案你的錢 拿出鼓勵 他有必要強迫揭露嗎 是 老師揭露什麼東西你說 來我們看一下揭露什麼 揭露就是說 因為其實以前他配型我只要說 我這一季 這個月我配0.1億元 現在沒有喔 0.1億元你要說 0.1億元裡面 多少是股息收入 多少是這個資本利得 多少是收益平准金 我懂 你左手換右手拿出來的有多少嗎 就是你這個 這個漏完要有成分 那我裡面 百分多少是豬肉 對 百分多少是鴨肉 百分多少是狗肉 是 全部都要講 對 那如果說不是有問題的話 會有這麼多民眾去檢舉嗎 對啊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金管會需要特別去揭露這件事情嗎 他還不是保護你們 對啊 保護你們 老師那我問你一件事 因為我們剛才不要提點爽動 我們還是爽動是 大家進來看一下 可是會不會以後高股息 就不會有了 就不敢 這個是有可能的 真的喔 對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就是會減少 因為我們已經把這個東西點破了 對 金管會有點要列管的這個味道 那是會讓以後的這些業者 相對來講會比較少推出這樣相似的商品 不是不可能喔 對 不會推出來 因為現在00929下面兩檔的月配 就沒有評準金了 是 我的想法我覺得也不一定啦 我覺得為了要 為了營收 他們還是會配 只是不會配太誇張 不會配超過40% 然後比例降低 比例降低 可是該配還是配 因為每個人都作弊一樣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可是 老師意思說至少會減少一些鼓勵 降低一些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獨家的想法 好不好 所以00929注意一下喔 高股息ETF 以後要揭露什麼 配喜來源 評準金啊 你們不要再罵我們喔 對 我知道你愛我們啦 我知道你愛coco啦 好不好 可是呢 謝謝 可是呢 我告訴大家 不論你是愛我們還是批評我們 我們都是秉持的專業 是的 沒有業配 所以你們不要生氣 我們就是救世論事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就是救世論事 好不好 其實評準金其實說穿了 就是左手換右手 我知道你們要跟我說 有什麼YouTuber說什麼 這不是這事 其實那就是左手換右手 不然今晚會幹嘛出手 對 是不是 所以10月以後 你發個鼓勵 每個月都要揭露了喔 要揭露了 所以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東西啦 老師謝謝你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來 接下來一個就是 你讓他覺得你是甜心 你是甜心的笑容 等他一下 給他微笑 微笑 來 微笑 看著他微笑 阿斯 滿 滿甜的 滿甜的喔 像卻不 卻GBT式的微笑 機器人式的 下一個 欸 滿像的耶 滿像的 你很厲害 沒錯 謝謝你 很假的微笑 很好 卻GBT新功能年發 AI股跟著發 老師聽說卻GBT現在可以看圖片喔 對對對 其實說 應該說他在這兩天發布的新的功能 那之前就已經有特別提過 那只是他已經確定說在接下來的 可能說幾週幾個月 那這些功能就會正式的上限 對那這些功能 他一定會再帶動整個AI的潮流 或是說熱度再崛起來一次 因為說其實這些功能 他是滿有趣的啦 因為說最一開始的卻的GPT 他就只能用文字一對一的對談嘛 但是現在他可以加入所謂的語音 那還有像是圖片 那其實 簡單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 像是說 AI他的新創工是OpenAI嘛 那OpenAI他原本 能夠搜尋的範圍 就是透過說微軟的這個 網路搜尋軟體 並 對那他能夠搜尋的範圍 只有在2021年9月以前 對那這個東西其實會變成說 我們如果要搜尋在更 後面的一些資料 會變成說有點綁手綁腳 有啊那時候問一些比如說財報的一個資訊 0150 對 我們財報報酬率只看到2021年9月 對那那個時候他是提供給付費的用戶 可以搜尋更多 但是現在他是準備全面性的開放 對那還有就是說 他接下來語音跟影像功能 會在未來幾週向付費的用戶推出嘛 那我覺得說最重要最重要是最後一點 他會進入蘋果的系統 那跟Google的Android的手機系統 等於是說我們在未來的手機 可能說蘋果現在是Siri嘛 那可能說Siri會變成OpenAI 這是有可能的喔 嗨OpenAI 不是 嗨Siri 他那名Siri 就是說Siri他可能會導入這樣的功能 也可以導入喔 可是我是蘋果 我會想要做我自己的系統 對就是蘋果會做自己的系統 但是他的系統一樣是脫離不了說 更搶的一些AI功能 因為說其實說真的現在的Siri 我覺得他的功能 極了 最早之前出的大家覺得很有趣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有覺得沒怎麼樣 沒有又覺得很可惜 對因為說真的 比如說你對Coco的感覺 是飢餓嗎 有一點 有一點喔 你講話怎麼直接 食之無味 食之可惜 食之無味 食之可惜 什麼意思啊 好像很茶一樣耶 製作整個笑開玩 你怎麼是老實啊 這時候你要學一下Eason老師 Eason老師怎麼回答 那個Coco對你來說是飢餓嗎 他就不講話 對 飢餓沒有不好 代表說還是有這個需求 還是有這個需求 他老實喔 可是Coco覺得很生氣 很難過 這個不是不好吃嗎 這個當然 這不錯啊 女生是覺得不好的 男生覺得是不錯的 可是我也覺得你食之無味 食之可惜啦 欸不錯 第一次丟回來 好啦 好啦 所以這飢餓 所以就Siri飢餓 對 真的是滿飢餓的 因為說像大家現在在用iPhone 我相信很少在用到Siri這個功能 對啊 那如果說在之後可能說 他導入像現在的OpenAI 會變成說 因為你現在只能跟Siri說 一些很簡單的互動 很簡單啊 對啊 那未來可能說你可以讓Siri 去拍攝你的可能說 冰箱裡面的存貨 有什麼樣的食物 那Siri就會跟你說 那這些食物 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料理 這個育凱很需要欸 蠻需要的 對啊 那或是說 怎麼做料理 對 我又不煮飯 叫別人煮啊 叫別人煮啊 對啊 這個Siri 都會煮了 結果他已經教你了 不會做菜 他已經跟你講怎麼做了 對對對 那像是說語音的話 語音的話當然就是說 可以更直接的互動 或是更及時的幫你去做翻譯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iPhone裡面的一些翻譯軟體 其實沒有到非常完善 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到說 一對一很及時的去互動 對 所以我覺得 在未來如果說語音跟影像 推出之後 他是很有可能會去取代 目前的Siri 對那我們可以再繼續往下看 就是說 你可以看 像 現在禮拜禮台有講了嘛 就是 他們說AI的算力需求 成長的速度是 每三個月會增加一倍 我覺得說如果 這個速度真的達到的話 真的會非常厲害 因為如果說我們熟悉的摩爾定律 他是說 兩年才會翻一倍嘛 那結果現在是變成三個月增加一倍 這個速度是 非常大幅的增加 如果說這個真的速度真的 這個速度真的成真的話 在接下來的 AI相關股票的一些 需求跟訂單一定會爆發 因為這個速度太快了 我覺得林百里這個人講話 蠻老實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騙大家 老師而且我去算了一下 我特別算一下 那個 三個月增加一倍對不對 對 你一個是兩年嘛 兩年一倍嘛 對 那你三個月大概是差不多八次 兩年的話是八次三個月嘛對不對 對 對 二的八次八 可是二的八次八不是二乘零八 等於是二五六 對 所以他兩年的算力啊 增加256倍 可是你同樣一個晶片只變兩倍而已 對 遲早怎麼樣 公不應求 公不應求 對啊 誇張 那他講得到什麼道理 我會去查一下AVAGO 嗯 你記不記得第一代去下那個圍棋的 對 然後贏那個人類 贏那個棋網的 第一代的AVAGO大概只有一片那個 Google的TUP 對對對 然後第二代半年而已喔 嗯 五十片 對 對速度變成五十倍 所以老師他這個這個這個 不是沒有道理齁 這是這是真的有可能 目前這樣乍看之下會覺得 好像有點誇張 誇張 因為你三個月一倍你覺得還好 我已經說了 兩年就兩百五十六倍 對 你速度變兩百五十六倍了 很好 也就比人老快很多了 然後你那個那你晶片的速度 同樣一顆一片晶片速度 好啦 哇我三奈米你看 你什麼時候看到三奈米變 什麼兩奈米 什麼變一奈米 怎麼可能三個月變一倍啊 對對對 趕不上啊兩年變一倍 這個差太多 一個是兩年兩百五十六倍 對因為說這個東西是 真的是有機會 我這樣舉例喔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提到 像是剛剛這個新的OpenAI 那他有翻譯的功能 那他這個新的翻譯功能 裡面還包含像是 他可以去把 Podcast 他我們在聽的Podcast 那把他的語音檔 轉換 就假設說我們現在是聽 英文版的Podcast 那透過OpenAI 可以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 這個就很厲害 而且重點是說 他這個語音 他還會配合這個Podcast的作者 直接把它呈現出來 等於是說你現在去錄一則Podcast 那你可以翻譯成各個國家的語言 這個真的會 未來的需求會大爆發 而且如果說這項功能真的成真的話 他的算力需求一定會大幅增加 因為我們就講話就可以解決很多事情啦 對對對 像我昨天就說了 你看你譬如說你Podcast的 我英文對不對 可以講成法文 那以後我去日本 你就是可能預考師就很需要啦 我們就 你去日本你要 要搭訕女生 對 你直接跟他說你好漂亮 對不對 多少錢 我說這塊燒肉 燒肉有一次的嗎 烤一次燒肉 是 你就不用講 你只要多少錢就好 他就可以講 那就很需要 你去旅遊都不需要 不需要任何翻譯啦 對不對 真的會這樣 是不是那是你隨時都需要 那個需求等於是無儲 而且大家要知道說 現在AI他這種翻譯的邏輯 他不是用同一顆 CPU跟晶片 他是分成兩個部分 所以就可能說 好日文 我們要翻成中文嘛 那他會先把日文 他們聽到的 先把它轉換成 日文的文字 然後再把文字翻譯成 中文文字 那中文文字翻譯完之後 他再丟給另外一個 可能說運算的晶片 那再把這個中文文字 再把它翻譯成語音系統 對等於是說 他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在運作 所以以這樣的邏輯來看 這個每三個月增加一倍 這是絕對有機會達到 真的有機會達到 而且老師你剛才講到 不好意思我剛才講 剛才旁邊那頁 因為我剛才最新的新聞八卦 他OpenAI以後要跟誰 跟那個愛夫 就是說 那個蘋果的前那個設計師 最有名設計師 賈博士御用設計師 跟軟移的正義 他以後要成立一個手機 是以OpenAI為主要的一個 就是CheckGPT為主要的一個搜尋引擎 對 一個人工AI手機 對 聽起來好 這是真的有可能的 最新的八卦 好屌喔老師 你說 所以真的很誇張 對 所以其實說就是這樣 整個這樣看下來 AI的需求一定只會越來越大 而且我覺得說 它大到的程度會超乎大家的想像 對那 你說AI需求這麼大 除了說廣達偽創技嘉這些傳統的AI股以外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族群 受惠程度也非常的大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散熱族群 這個老師一看就知道老師 這個是誰下的字 再噴一波 對啊 可能是 玉凱老師 幹嘛 又有我的事 不要 不要玉凱是做陳彥老師的位置 他其實沒有那麼黃啦 他還好啦 他自己這樣沒那麼黃 他是穿的衣服啦 穿的衣服 那會是誰下的呢 這誰下的 恩點啦 恩點 恩點啦 對 他去叫招啦 他去叫招 回來了 叫招太久了對不對 叫招兩個禮拜 所以要配一波 對 老師好 來 好 那其實因為我們就拿這個 最近的這個蘋果iPhone手機嘛 就是說iPhone Pro來看 iPhone Pro iPhone Pro它是用台積電3奈米的先進製程 那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目前的問題就是iPhone Pro它 確實會發燙 對那你說那他為什麼會發燙 是不是台積的3奈米不好 那其實 郭明奇他當時也有特別提到說 他是為了說 他要為了要這個效能 那稍微去犧牲掉一點點他們散熱的功效 所以很明顯就是說 蘋果iPhone 15 Pro它為什麼 比較容易發燙 就是因為3奈米它的效能太好 但是它原本的散熱沒有辦法跟上它這樣的效能 那等於是說效能一直在跑 它沒辦法提示散熱 所以其實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就會知道說 在未來如果說製程越來越高 那或者說AI的算力越來越好 散熱的需求一定也會跟著往上提升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散熱的速度 跟不上它的功耗的話 就會變成說 它溫度一直過高 那溫度一直過高 它的極限效能也跑不出來 因為過熱還會當機啊 對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說 散熱這一塊是非常值得下去做留意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說AI伺服器它有非常多顆一些運算的晶片 那為了要使單顆散熱功效高於7000W的水準 所以它是遠遠高於CPU為主的一些標準伺服器的數量 所以這我們可以往下看 所以像是說 那這是比較算是傳統 氣冷式的散熱模組 就是比較傳統一點的 那現在因為說 它為了要跟上這種 比較高效能高效率的 的一些AI伺服器 所以它現在就變成 液冷式的散熱模組 也就是靜默式的模組 對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原本傳統的散熱上限是大概是400W 對 那 液冷式的散熱上限它大概是1200W左右 3倍啊 我在用它 對 3倍 所以成本好像差很多欸 對對對 但是 這個東西沒辦法 對 所以大家才說 如果說現在所有的散熱模組 只要有切入所謂的 液冷式跟水冷式的 它就會 毛利率跟它的獲利就會大幅度的提高 難怪最近散熱族群那麼強 對對對 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散熱股票 嘿 老師 你有個女生 曾有嘗試打開新房 但你還是打開了就不理她 然後曾經 我已經以為它是你心上的一塊雞腿肉 結果它只是雞肋的可可 有問題問你 我是雞腿肉嗎 曾經 曾經 哇 好棒 算了 老師 我想要問啊 我要問個認證的喔 那個很嬌天 很嬌 很嬌 嬌嬌嬌 就是嬌嬌嬌的說 算了 算了啦 大人不盡小人過 哪裡大 哪裡大 來 頭大 眼睛大 繼續講 逼頭大 逼頭大 有多大 老師 不要鬧我了 老師 我想要問啊 就是因為前一波的AI股啊 它們是輪流漲的嘛 對 那為什麼這一波你會覺得是散熱先漲 而不是AI伺服器咧 因為其實大家這樣看喔 就是說 應該說它是有一個下單的順序跟流程啦 因為說 這個整個AI伺服器它要出貨的話 它最早最早 它要先從裡面的散熱先開始下單 對 那如果說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應該是說整個散熱模組 它的營收提升的速度會來的比較快 對 而且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喔 當時最早最早這個Chatter GPT推出的時候 不是廣達偽創技嘉先漲喔 最早是 齊鴻 齊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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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的位階真的是蠻低的 對 所以我覺得120元以下的見準 是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120元的見準 好 持續留意 好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好 那雙紅呢 老師 那以雙紅來講 其實說雙紅它明年的數字其實是比奇紅更漂亮一點 對 那只是說 因為雙紅它在AI伺服器的比重比較低 所以它的骨架沒有像奇紅這麼漂亮 那如果說未來的比重慢慢提高的話 預計說雙紅它的股價是有機會追上奇紅的股價 好 雙紅也是有機會 比喬效應是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股票 上樂族群 Chair GVD 新功能連發 AI跟著發 跟著發 就有開心嗎 有開心啊 好 中秋節沒有要烤肉嘛是不是 沒有喔 要打算幹什麼 沒想法 沒想法 我這裡要幹嘛 老人的其實都沒什麼特別想法 喝個茶 喝個酒這樣 喝個紅酒 配個牛肉啊 不是 我也蠻享受的齁 來 所以享受新的人生 怎麼樣 好 先從賺錢開始 要怎麼賺錢 對 要怎麼賺錢呢 先從了解財經知識開始 是 所以今天我們財經知識如果很有趣的話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二週晚間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最後一次的話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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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等 賣球心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瘋狂股市福利社 殺最低 開始搶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嘴巴好厲害唷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散步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怎麼打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我現在的我好害羞 我要在你身上 看空手下球 喔 這沒錯吧 右邊是手 賣這套 賣這套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最最高殺最低 誰有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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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市空���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